小时候我突然想起了 宝乐老师给我印象 从我小时候 听您跟诗先生说相声 对 他的衣服永远是 相声演员里最漂亮的 对 干净 整齐漂亮 就是永远是特漂亮的衣裳 宝乐老师在我们相声界 他是很书卷区的一个艺术 对呀 他不像说相声的发现吗 对 不像吧 很儒雅 连他都说不像相声演员 不是 就是很儒雅 很儒雅 真的是 宝乐老师 那您跟诗老师合作多少年呀 七年 宝乐老师为了跟诗老师合作 可以说是欧心立血 对 他得专门雇着买飞机票 然后给诗老师 诗老师在哈尔滨住啊 每个人都会上机场接他 接他 接到北京 接到北京来 安排他剧组 提前联系好了 跟编导组接下来 那些年吗 那些年 很早期了吧 后来诗老师生病那段时间 你们联系多吗 联系多呀 我们这个黎元闯光我挂帅 留下了诗老师三段 留下了三段 没有再挽回的这种精品 也就是说 其实您跟诗老师不合作 并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关系不行 没有 非常好 我到了这个黎元闯光我挂帅这个栏目之后 然后我把他请来 我请诗老师坐那当点评嘉宾 他的点评是非常棒的 语言非常的清晰 而且知识面非常广 他对戏啊特别熟悉 点得非常专业 非常棒 我们几乎每一期 当时有点评嘉宾都请他来 后来以后他在这唱了 盐派的让徐州阳门女将当中的采药老人 这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这个是缺版了 而且是采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生病是吧 生病到了后一个阶段 他有了病以后 还请他来当过点评嘉宾 那个时候精神上就不太好 坐不住 他老感觉一开始的时候 他感觉他要疼 您知道他那时候生病了吗 不知道 他那时候也没发现 他当时感觉我做时间长了不行 宝贵我做时间长了不行 我后背老疼 后来以后 我知道他以后 他就到上海去看病 到上海 一直在上海治疗 我几次打电话 给施老师和他爱人 我们宋燕 我们管他叫婶 我问他 我说这个施老师怎么样 一直在问候他 我老觉得吧 人生可能你的长短呢 都是有限的 但是呢 我们不要把它宽度做宽了 其实你看 我们在座几个人 包括刚才嘉传老师 他都把宽度做宽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们都在努力 让我们的宽度更宽 感受更多 我们要向王芳学习 他每一天呢 都很好的珍惜 都是 来 咱合张一 谢谢两位 谢谢 好了 其实他压力挺大的 他给人带来的是快乐 第一个问题 男的女的 终于问了个正经问题 对啊 这个这个 前面的三个男的 好讲 女士吧 你看看 你看看 女士吧 你是吧 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吗 不是 好 第三个问题 是影视话剧演员吗 非常好 哎呀 终于 终于上到了 你这问题 终于 都最后一个了 是 好 哎呀 影视话剧 是我们山东老乡吗 应该是 还有一个啊 是在部队文工团待过吗 哎 曾经是 曾经是 温玉娟 是不是温玉娟老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对了 好 还有陷阱 对 哎呀 还有我亲爱的歌呢 哎呀 我用了一个勾心 演员温玉娟 演语大来宾赵宝乐 是山东老乡 而倍感亲切 友情多年 愈演愈浓 今日 他惊喜前来 将带来大些 暖心故事呢 我们是看着 温老师的电影长大的 他是我哥 电影长大 我那个时候是个 人级给了 电影长大 电影长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